今天大家都想要來關心這個議題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主題 其實我們即使今天有兩個小時的職務 讓大家談應該也談不完 可是基本上我們希望說大家盡量的聚焦 那我們當然是從台中自己在地的狀況來談起 當然各位你可以從 因為可能有人來自於不同的縣市 你也有自己的每個地方有不同的狀況 待會我們還是會保留一點時間 待會主持人阿峰會保留一點時間 給大家來一起來做討論 可是我們希望今天大家盡量來聚焦 在我們自己台中在地本地的這些狀況 那今天的這個主持人 也是我們哲骨的志工阿峰 他是一個獨立的影像工作者 那另外有三位可是中間有點變化 可能待會請阿峰再跟大家做一下報告 那我先把白鶴鳳交給阿峰 可以 這一次應該可以 在這裡應該可以 大家好 感謝跟歡迎各位 今天來參與這一場哲學背信起舞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 民進黨全面執政下的土地爭議 我們最主要是 從聚焦在那個林明幼兒園 然後四地自販存化的這個範疇 那本來我們今天邀請來的那個獎者有三位 一位是那個林靜妍園長 然後一位是那個柯少山律師 然後一位是那個何彥琛老師 那何彥琛老師因為他 臨時今天有一個行程變動 然後上去台北 然後現在還在路上 然後現在在路上 就趕過來路上這樣 那林靜妍園長 就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活動在規劃的時候 沒有去注意到一個部分 所以等於說林靜妍園長今天就是 喂喂喂 可以 喂喂 就是林靜妍園長今天 就臨時沒有辦法來 然後特別跟那個高雄果菜市場 特別來深遠 跟要幫林園長加油打氣的朋友們 說真的抱歉 就是臨時有改變 然後沒有辦法及時通知你們這樣子 然後今天 今天我們請的另外一位獎者 是那個江銀儒 然後他是那個整個長期 就這段時間一直在 陪伴在林靜妍園長身邊 然後就是 一個一個 喂喂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那個 變成我請那個江銀儒 江銀儒 然後他以一個 就是一個陪伴者的一個角色 然後來講述對於他自己 對於林靜幼兒園這個事件的一個觀察這樣子 那在我們整個這個論壇開始之前 那我待會我會先播一段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差不多片長差不多20分鐘 那這是一個 2012年 然後那時候就是 紀錄片雙年展規劃的一個單元 然後裡面 叫做大台中祭祀 第 第 第四 然後他裡面有一部影片 叫做那個黃國土地 然後是黃淑美導演拍的 然後他拍呢 因為這個影片裡面排的最主要是 我們排中市的四地製飯重畫的單元三 然後那時候最主要是以那時候一個天主 南屯天主堂 就是被劃入四地重畫的一個範圍的一個爭議 然後拍攝了一個影片 那透過這個影片 會讓大家就是相對的直接的可以去瞭解 某一些我們四地製飯重畫的一些問題 然後這個部分我待會會先放 那今天因為這個活動最主要其實 我辦這個活動來談這個題目 我最主要有兩個層面想談 一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破簽或是強拆 這個就是一個人權議題 這就是一個人權議題 那第二個層面就是說 那在這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四地重畫 就製飯重畫 在目前整個制度面 他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他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為什麼動不動這樣的一個狀況在我們台中 在我們台中 打從05年 05年就解編 就是那樣後期發展期解編之後 然後有一千多公頃被劃入 劃入要做四地製飯重畫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有很多的爭議 然後有很多的那個土地所有權人士 在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受到所謂的一個破壞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就是另外 就是我們在制度面上想談的 那另外一塊就是 除了制度面之外 那後續當我們在談 就是又有一個個案的時候 當它變成是一個人權破壞的議題的時候 那其實我另外想談的其實是 那我們可以實際上對這個個案 然後可以進行什麼樣的聲援的行動 那後續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可以捲動一些在地的朋友 然後一起來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現在幼兒園他們接到法院的一個通知書 然後等於說他們到11月21號 然後就會從話會會同那一個法院 然後來執行強拆的這個動作 那按照同一個單元 另外一個個案 上次就是強拆通知 就到期 比如說那個20號的晚上12點一過 然後到21號 本來應該是天亮8點之後 法院的人來上班才去執行強拆 結果從話會的人居然半夜天還沒亮 就去強拆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其實在面對同一個單元的這個從話會 對其實我們是相當的一個擔心的 那我們後續會有一些相關的一個聲援的一個活動 那希望如果各位如果有興趣 然後知道相關的聲援的一個行動 那我會希望大家可以留個簡單的一個email 可以聯絡的方式 那待會我會請我們職務志工 然後就把那個板子傳下去 那你如果想接收到相關的聲援的行動一個訊息 那你可以就留下你的email 讓我們方便聯絡你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未必就是所有的聲援行動你都一定要到 最起碼你願意接收我們的訊息 就麻煩請你留下來 那你在接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你再判斷你要不要參與那個聲援行動 謝謝各位 那我先看完影片 那我們再進行我們今天的論壇 相信各位剛才看了影片之後 大致上就了解我們的那個勢力重劃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然後我剛才看影片 對我稍微整理一下影片裡面提出來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那個重劃會 重劃會換人頭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過去那個 單元1、單元2、單元3都有這樣的現象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影片裡面指出來其實是開發公司 跟我們重劃會的理監事的成員過度的一個 高度的一個重疊這件事情 所以當重劃會的這些理監事在開會的時候 到底是在開開發公司的會 還是在開重劃會的會 那這群人可以決定整個重劃 我的工程要給誰 我要怎麼分配 然後再來裡面提到其實是我們地方政府 你說他怠惰嗎 這個我用那個 就是用一個引號 是不是怠惰 但事實上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法規制度面的一個缺漏 然後現在的一個法規 就是那個獎勵土地所有權的辦法 辦理勢力重劃辦法 其實在今年7月 那個被大法官739號是那個解釋 我就就是那個宣告 裡面有好幾個條文其實是違憲的 因為他違反了那個憲法保障人民的一個居住權 然後那個生存權財產權 另外其實影片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土地的價值真的只有是價錢而已嗎 還有一個部分也是一個情感的連結 在我們整個在做都市規劃 我們再重新在把我們所有的這個城市 把它拆除之後 然後重新賦予它另外一個風貌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思考能不能把人放進去 能不能把情感放進去 這個是影片裡面剛才又提到了幾個重點 那其實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我是很突然的就是說 在今天下午然後才聯絡上那個影片的導演 黃淑梅然後取得她授權 然後我其實必須非常 就是感謝黃淑梅導演就是說 她無償的然後授權讓我們放這個影片 那其實她今天也來到現場 然後就在後面 然後我們給黃淑梅導演拍拍手好不好 真的很感謝黃淑梅導演就在那時候拍了這樣的影片 讓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短短的影片大致這樣了解 然後帶我們到那個重畫的那個現場 去瞭解那一些組長重畫的人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他們那個我們那時候的一個地方政府 他們那個心態是什麼 對 那其實坦白講就是單元一、單元二、單元三 進行的一個進度其實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待會要談的明明幼兒園 明明幼兒園的這個個案其實就在單元二 對就在單元二 那其實狀況類似 就是明幼兒園面對有一條路從中間開過去 都很多狀況都是類似啦 對 因為時間有限過 今天講者很多 那我首先 我首先先請那個何老師 何老師 就是馮甲 馮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的那一個何彥生老師 然後他會透過整個從制度面的 然後來告訴我們介紹整個這個土地蟲化 你的問題到底處在哪裡 好 那我先幫何老師找出他的那個 PowerPoint 好 沒想到今天這麼多人 那有些也是熟面孔 那我大概先做一下我自己介紹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點遲到 我今天下午才在農委會 才在農委會討論那個農業發展地區 在國獨計畫法之下的一個 該有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今天在台北開完會 僅六點了 然後還好我搭上車 雖然是自由坐 但是六點多的高鐵真的不容易搭 所以不好意思我今天有點遲到 那今天呢 為什麼 我接到阿楓打開完給我說 是不是欠我來講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我就馬上就答應了 為什麼呢 確實在台中的視力蟲化 它最有關聯的大學的科系 其實就是我講獨立管理學系 所以呢 所以我不得不得就背負了這個名罪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呢 我們就教我們的大學生 關於土地蟲化的相關的機制 當然我是從法制面來最討論的 所以我們只能依法論法 但是確實有其他的老師呢 是從財務面去思考學了土地蟲化 那麼財務面的問題 其實不管是視力蟲化還是區斷徵收 都是最核心的問題 所以其實說穿了 為什麼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 他們一定要舉辦所有的區斷徵收 或者是視力蟲化 其實背後的考量完全都是財務問題 只要財務可以自償的就辦 如果財務不能自償的 即便再好的再需要中央化或徵收的就不辦 所以財務其實 其實如徐松老師所說的 其實就是整個思力蟲化跟區斷徵收 背後最重要的核心 其實這是目前最大的一個困難 也是我們目前面臨到最大的挑戰 那我現在呢 就針對另外一個走向來做 另外一個方向的一個思考 也就是這個屏幕 透過市內與市場接著達到都市發展目的的檢討 為什麼會下這個標題呢 這個標題我一直在思考很久 關於重劃跟都市更新這件事情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性 就是政府告訴我們說 只要做了市內重劃做區斷徵收 或者做都市更新 我們就有公共設施了 整個居住的環境的品質就提升了 然後人民的生活就變好 事實上好像不是這麼一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提供公共設施 提供這個所謂的人居的環境的品質 基本上應該是誰的責任呢 應該是政府的責任 但是為什麼你要透過私人 透過民間自己來自辦重劃 或者自立更新呢 其實國籍上就是想要透過 事可即使跟民眾的來私人來做參與 參與之後呢 由民眾提供自己的土地 或者是提供一定的 所謂的比例的一個 的一個費用呢 來達到都市發展的目的 那達到都市發展的目的 當然其實就是讓人的生活可以過得對美好 國籍上是這樣子的 當然是說是理念 那我們後來發現呢 那其實是很混亂的 為什麼呢 我這句話特別把它放到最小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的字很小 紅色的 但是它的聲音可以很大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在教育土地政策的時候 我每年教育土地政策 第一檔課都會問我 想說不好意思同學們 我們教育土地政策 其實土地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我不講政策 為什麼呢 政策會隨著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那個方式呢 而做改變 但是土地是政治問題 這些事情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致的 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土地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我們在思考土地問題的時候 絕對不是單純的說 這是財政的保障啊 這樣就結束了 不是的 其實土地的制度 就是政治的問題 好 所以在政治的運作過程當中呢 今天 昨天我這邊所提到的那個 民進黨全面執政下的 哇 這個題目看起來很大 那有人說 這個民進黨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 因為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而在這個政治問題之下 我們發現了 進入這個地方 來幫我們做開發的 其實變成了所謂的開發商 是所謂的建商和開發商 讓我們人民變成了犧牲的對象 人民變成犧牲的對象 那這個問題是怎麼出現的呢 其實 這個其實 在 記得是今年年出來 去年的時候 我曾經有做過類似的說明 就是 心自由主義 咦啊什麼是心自由主義啊 其實在1980年1990年的時候 雷根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雷魔經濟衰退 雷魔經濟衰退的情況之下 國家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那時候雷根提出了心自由主義 但他不是說心自由主義 這幾個事大家提出來 而是在那個時候的氛圍之下 國家做了不同的調整 做了什麼樣的調整呢 國家用所謂心自由主義的角度呢 做了所謂公司協力 他想辦法讓私部門 進入公民旅 透過私部門來解決公部門 沒有辦法達到的一個目的 透過私人 公司 開發商 業者 來幫他做應該是由政府要做的公務政策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有所謂的公司協力了 那公司協力是好還是不好 我們目前沒有定論 沒有定論 為什麼呢 因為確實政府的財源不足的時候呢 我們真的需要民間來余裕幫忙 沒有錯 但是呢 問題在於說 在做公司協力的時候 連概的 因為你要讓商人或業者或開發商 進入這個領域當中 你必須要減少管制 所以公司協力的另外一面呢 就一定會帶出一個減少管制的情況 所以法規越定越簡單 定的不要限制太多 這樣子的話 業者才好幹的事情 這也是在1980、1990年 那時候的一個背景 那這個呢 就引發了一個問題是什麼 法規的規範的很鬆散 程序不完整 除此之外呢 他會忽略了小地圖的群域跟民眾的參與 所以民眾不要參與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參與的話呢 會打斷我們的一個效率 會打斷我們的公司協力的效率跟本質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趕快做 照理才可以連任 其實在美國就是這樣子的操作方式 所以呢 在這情況之下呢 就會產生很大很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都市化地極跟能力的變動 本來在這個地方居住的人呢 因為實際從化好不是更新 他背後離開他民眾的家鄉 因為呢 在很多的調整過程當中呢 他的權力被慢慢的限縮 然後大部分的權力的變成公共設施 甚至可能被其他的併吞的 那等一下我再做證明的說明 所以到這情況之下呢 很多的人事務全部流動了 所以呢 中產階級跟低收入也流動了 雖然我在這地方安設立命 我也快小塊土地 這是我的空間 我的家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的面積不夠 所以參加重化之後呢 我不可能分回土地 我只能拿回現金就走了 當我拿到現金的時候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又不足 所以呢 我就不去離開我原本的家鄉 到另外一個環境去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個社會的連動 除此之外的市生化 我們發現呢 七期是非常明顯的市生化 以前的七期是農地的 現在的七期是什麼 你沒有個 你沒有個一來一去的身價 你怎麼可能進到七期了呢 我們還有割據院在七期 那個可是非常富貴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這情況之下的話 是生化出現了 有錢人搬進來了 沒有錢人離開了 這個就是新制度主義之下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已經持續了二三十年了 絕對不是只有現在 絕對不是只有現在 現在目前全台灣半重化 半市重化半最多地方 不是台中 是高雄 是高雄 高雄的重化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最近這十年 最近這二十年 是台中比較多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高雄也是非常慘烈的 高雄的市重化 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們呢 就從這邊來看 當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出現的時候呢 整個國家或是一個黨團呢 都從這個講句思考的時候呢 想辦法做了這樣子的開發之後呢 就是社會的病經跟社會問題 那如果有所有的社會店 被牽涉跟社會問題之後呢 其實政府到底該放哪裡去 我們讓很多的開發商進來了 我們讓公司協力進來之後呢 讓人民的所謂的權利跟義務呢 不在地上被模糊掉了 那政府呢 那究竟有責任嗎 應該是要有責任的 所以呢 從事實 從化學角度來看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的是 如果說你要讓民間參與 就讓那個獎勵 土力授權的人 是要做的話 可以 但是 你是不是 你的法律要完整 你的法律的制度跟程序 你要完整 你要公開 為什麼 因為猜疑的人 全部都會授權 如果有一方呢 用遮蔽的方式造成 資訊不對稱的時候 那會產生 重大的利益的失和 那這個就是一個 反律必須要完整 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那等一下呢 我相信那個 柯律師這邊呢 會提到更多 上次方面的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都市計畫的檢視 我們到底 好在其實 實際傳統跟都市計畫 做一個非常大的連結 那我們到底對這個都市化 本的想像是什麼 那這個想像 應該落在什麼地方 落在都市計畫當中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想像過程當中 我們容不容許 開發商跟私人 進入規劃的領域 幫大家做空間的規劃 這是一個規劃 好 等一下更具體的 再做說明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 行政組織跟政府的責任 政府允許 市立總法 讓我們 開發商來做自辦的情況 那基本上呢 我們其實 之外的計畫 還是有做行政處分 但是你在做行政處分的過程當中 你的責任 是不是真的盡到 你是不是真的做個審查呢 你是不是就虛應故事就過了 那這個 是政府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不可以去避免的 但是我們目前呢 在制度上 這一部分 全部都沒有好好的檢討 這才是目前我們最擔心的地方 所以呢 不管是都市有趣發展 還是社會公平爭議呢 其實都沒有辦法在這地方做過事 這才是問題是所在 因為實際的關係 我就很快的來記錄幾個問題 好 那麼我們大概做一下 因為大部分人 對市立總法獎勵自辦 可能沒有那麼了解 我就一個程序的方式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除了程序面之外呢 我們一講這個程序 背後將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通過程序跟他的問題呢 來讓大家更了解 目前世界總法獎勵的困境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部分的書 或是大部分的資料 你只會看到這個 從法計畫書一定階段 往下呢 就是所謂的執行階段 接下來就是完成階段 但是事實上是 我一直大聲的疾呼是 其實大家看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都市計畫的一定階段 為什麼是這個部分呢 其實 好 市地重化 市地重化在中央是地震室館的 都市計畫在中央是營建署館的 完全是不同的單位 但是在30年前 這兩個都在地震室 所以以前的市地重化 跟都市計畫有做連結 因為都在地震室 但是後來 我們的都市計畫的那個 這一部分的業務呢 轉到營建署之後呢 從此都市計畫跟市地重化分割 分割之後就造成現在的問題 就是都市計畫跟市地重化 沒有做直接的連結 這也是目前的很大的問題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那麼如果是一個都市計畫 連結段的時候呢 之下是跟縣市政府 在地方上應該做什麼事情 應該做的是 你要去開跟這個地方的發展 許是跟地方的參與 政府有沒有錢 如果有情況 你可以做一些公共設施 可以做一些規劃 所以呢 會依照區域發展的區域跟地方的成立呢 去連領都市發展的方向 所以呢 不管是哪個政府 只要是地方的首長 基本上都應該要 針對自己的都市的發展 理定相關的計畫 那理定相關計畫的時候 就透過主要計畫 都市計畫裡面的主要計畫 進行通常計畫變更 各樣的變更 達到所謂的計畫變更的需求 因為他們真的 因為社會的變遷 時間的推移之後呢 需要整個都市的重新來做思考 所以我們要做變更 當然我們的都發局呢 做了所謂的主要計畫 跟變更之後呢 基本上就會進入 領定西部計畫 跟變更西部計畫問題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 我個人認為呢 我們西部計畫呢 跟我們都計畫的制度之下 出現一個非常大的欠缺 這個欠缺在於 我們讓詩人呢 跟利害關係人呢 可以自行領定 變更西部計畫 這個我覺得才是魔鬼 也就是說 整個師弟重畫當中呢 最麻煩最核心的地方 也在這個西部計畫 那這個西部計畫呢 跟領定跟變更呢 我們可以 我們目前的法規 正規例 可以讓開發商 進行西部計畫 但如果說 我們讓開發商進行西部計畫之後呢 這西部計畫裡面 會有什麼東西 第一個 人口密度的控制 第二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你這個地方是三葉區 你這個地方是住宅區 你這個地方是文教區 是誰規劃的 不好意思 是開發商 哇 那我就恐怖了 好 這就非常恐怖了 為什麼我的分區 居然是有開發商的掌控 那這個是合理的嗎 好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除了這個西部計畫 除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變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公共設施的規劃 也就是說 我們在西部計畫當中 會針對這個西部計畫的範圍 做出所謂的公共設施的規劃 所以各位 私地存化範圍當中的道路 在這個階段 已經被確定 不是私地存化計畫書 你們確定的 這個大家要真的記住這一點 不是在私地存化計畫書當中 才出現公共設施的配置 不是的 公共設施配置 早在西部計畫的過程當中 已經被確定了 這個才是魔鬼之所在 所以大家要爭執說 怎麼會這樣呢 那個地上呢 看出一條道路呢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不是在這兩年 大概是在五年前就發生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計畫在 裡面變變的時候呢 民眾其實根本 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誰會知道 基本上應該是正所才會知道 但是為什麼總是有些開發商 可以先知的所知道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也是問題之所在 那再來的話呢 那這個西部計畫裡面 會有所謂的主力使用分居管制 事業跟財務計畫 道路系統 地方去的公共設施 在這地方全部就出來 所以呢 工人道路所有公共設施 在這地方已經被確定了 好這個才是恐怖的地方 這個地方 當這個西部計畫被確定之後呢 接下來常常進入所謂的 重化的搭起跟成立的籌備會 好就是我們剛才來的影片 剛剛有提到的問題 其實就在這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進入所謂的 擬定 擬定那個 這個重化的範圍 接下來進入所謂的 統一本人看 然後呢 重化其實發出 擬定申請可定 通告並通知停守權 所以我成立所謂的 重化會 好但是呢 這裡面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這個字有點小 但是我這個簡報檔 應該是做最大的 只不過這個字看起來太小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邊有個關鍵點是 在這個程序當中呢 屬於計畫高權的都計畫 屬於計畫高權的都計畫 怎麼會這樣講的 就是直轄式縣政府 對於都市的發展跟都計畫 享有計畫高權 也就是說 我們只副理直轄式 跟縣市政府 可以定性計畫 跟轉計畫 我們其實 不願意讓開發商 進入所謂的計畫 民間變更 好基本上呢 這個 申請變更的部分呢 造成規劃高權 跟開發許可混亂 什麼叫開發許可呢 開發商想要做開發 開發商想要做開發 的時候要申請許可 但是開發商在做開發的時候呢 我在申請許可的時候 我就提出了西部計畫的變更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理論上 他應該一群主要計畫的 規劃之後 才做西部計畫的民間變更 應該要依照主要計畫來做 而且這個內容 應該由直轄式縣政府 比較明確的 接工利的考量之下 才可以做這樣的民間變更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樣計畫高權 跟開發許可呢 做了混亂的措置 造成呢 我們現在允許開發商 進入我們的民意大中 幫我們做空間規劃 好 這個是目前一個最大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統計手衛設計管 這個公共設施已經被確定了 所以呢 這個確定內容 可能是開發商所做的規劃 那這個就是我們害怕的地方 就是呢 這麼廣大面積的西部計畫 沒想到竟然是開發商所做的規劃 這個公共設施 我們在這裡 講不出道理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道理 講不出道理 為什麼講不出道理呢 因為理論上我們要做空間的規劃 跟公共設施的興建的時候 所有的公共設施都可以算出來 也就是我們必須要依照一定的模式跟邏輯 看看這個地方的開發人口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才可以做出公共設施的規劃 而不是隨便做規劃的 所以呢 所以在規劃的功能當中呢 這條道路的大還是小 基本上有它一定的規劃的方式 但是我們讓開發商做這規劃的時候呢 可能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呢 它可能透過規劃的方式呢 造成很多的土地授權的土地面積大洪縮水 這個會比較會被發生 而且呢 很多的土地人就會開一條道路出去 這個就是這邊的問題 所以呢 有些規劃者在這地方已經提定了 後面 對開發商來說只不過是小事情而已 好 因為這段呢 工作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等著 用一些小小手段來做處理 什麼樣的小小手段呢 第一 頭一面很高低 我們現在是二分之一 那事實上是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規定三分之二 即便是我 我在五十幾年的時候也是規定三分之二 後來呢 我議員給出來說 這個三分之二實在是很難做啊 我們改這二分之一好了 就改了 好就是這樣子 所以原本不是三分之二的 但是現在改是二分之一 好 那這時候呢 大部分都是由地主 大地主的人 或是開發商 來進行發起跟籌備 所以呢 人頭開始灌入 在這個階段 來灌入人頭的部分 再來呢 好 這個申請核定 你辦的籌化障 這個也是很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籌備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人數還是很少喔 當我人數還是很少的時候 我們就先發動 民辦籌化當 也就是說我用少少的來去申請 這個地方我要做籌化 一晃 一晃就晃進來 晃進來之後 大家不好意思 你們都跑不掉 不過只要被核定就夠了 所以呢 只是開發商可能一晃 然後還沒有經過同一個時候呢 我們這一區已經被確定了 所以呢 跑不都跑不掉 跑不掉 跑不掉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很大問題 即便是都市邊青 他都要經過獨管機關的生意啊 為什麼是一種話 完全不需要生意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沒有時間接到 而且資訊公開 少少的人就可以確定稱號範圍 這個一直都是很大問題 因為這地方已經決定了 到底誰會加入這一個遊戲當中 在這段影片確定了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申請合併論 這個 效率這段的題目呢 我基本上 我是從目前指南市先生府的 勢力重劃的手冊當中 可以摘出來的 你們看到這段話 第三點 徵求土地授權可以 從盤計畫書之領定 申請合併及公告 並通知土地授權人 你看到這段話的時候 如果以我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嚇死 為什麼 第一個 同一個人數在這方面要出現 要分成幾個過程 第二個 從盤計畫書領定之後 就可以申請合併了 其實領定完之後 應該要經過什麼 公開展覽 公聽會 讓大家來討論這個事情 討論完之後 收集意見之後 我們再去思考 要不要做修改 修改之後呢 再送主管機關審議 基本上程序應該是這樣子 審議之後呢 讓主管機關用公開的程序 用很多的審議委員會的程序 進入專家學者 甚至人民力量 進來監督這個案件 到底有沒有問題 審議完之後 才可以核定 核定完之後 才可以公告並通突出 為什麼 因為這地方已經是一個 非常明確的 一個處分的性質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呢 其實每一個程序 都對人民呢 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呢 沒想到在政府的手冊當中 只不過青年一個人就太多了 就這句話 其實這句話學問很大 這是很大 非常大問題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一定要申請 就會核定了 一招申請就會核定 所以我們沒有審查機制 所以呢 如果我們現在是一個行政組合的話呢 你也陳述意見的機會都沒有 陳述意見的機會都沒有 陳述意見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情況之下呢 可能就已經核定公告了 那這時候 那基本上 對我來說 他應該就是一個行政組合的瑕疵 這整個過程 根本就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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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今年的七月份 七三九八解釋 針對這兩點 宣告違憲 因為呢 程序上 我們就不會 在這個地方出現文件的問題 好 再來呢 就是陳述意見的問題 所以同化會之後呢 其實就是一個 理事會跟監事會的 角力點問題 我們用約定的方式呢 授權重要的事項 造成權力被擾斷 為什麼 因為呢 理事會跟監事會呢 這時候 角力完之後呢 就會開始寫授權書 授權書當中就是授權 好 大家同化會的所有成員呢 授權 讓理事會跟監事會 來辦一些特殊的事項 但我一授權之後呢 理事會跟監事會 就拿到最大的權力 來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權力被壟斷 那這時候 我們要進入的時候 都會出現問題 這個事情 不是這種一般地主喔 其實公布我們有事 我發現呢 很多的軍方 還有經濟部的很多土地人 很怕參加自己重化 為什麼 因為他參加之後呢 他們也重化 他們也理事會跟監事會進不去 公布門 而且甚至有個案是 百分之九十八十公的土地 百分之九十八十公土地 結果百分之二十十四人土地 就被框進去之後呢 結果呢 就全部的 理事會跟監事會 他們公布門進不去 而且他發通都發不到你了 發不到你 發不到你都沒有出息 沒有出息就沒有辦法選舉 所以也是透過這個方式 去對軍方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嗎 國防過基本上也是弱勢的 他們都有子彈槍槍還是弱勢 那到底是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那到底是制度上出了什麼問題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再來的話就是另外兩個階段 因為重化計劃出直接的階段 跟重化計劃的整階段 計劃的階段當中有時候 重化會之後呢 就開始做現開調查 然後就進入了我們這次的主題 就拆遷補產跟施工請的作業 再來呢 拆遷補產完之後 就進入所有地價查工 查工跟平地 核定我們的負擔的總費用 工程的施工跟驗收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禁止移轉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計算你的負擔跟分配設計 計算負擔 公共負擔 共同負擔跟分配設計 這地方是所有地主看到的地方 所有地主只看這個 但是呢 我們發現呢 其實所有的地方各有文維 好所以呢 不要只有單純看負擔跟分配設計 再來的話就是所謂的公道 跟意義的結局處理 接下來所謂的地價整理 最後呢就進入所謂的完整階段 譬如說我們要交接 要交交 就是要把我們的負擔總證領 總證領的證據書 接下來 替廢地的處分跟財務的結算 替廢地就是呢 地主必須要分擔的費用 用替廢地來去專單 所以原本的土地很多 我要分擔公共設施之後呢 我就更一化土地 當作替廢地給我們的合法會 這是替廢地 再來的話就進入所謂的結案 就結算了 但是這裡面的魔鬼也是一樣非常多 第一個魔鬼 我覺得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 不可思的地方 暫自人 如果我們的權力一路 還沒有可以確認 只不過誠意的從法會 為什麼 我就可以進行參選 我一直等不懂這一點 在都市計畫內 我雖然說我們都說 都市更新 在都市更新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覺得都市更新 對的理查是很大一家六種 但是都市更新的權力變換 權力變換 經過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後 都沒問題了 才可以進行所謂的調查 才可以進到最後的拆遷 所以呢 這個地方所謂的拆遷補償部分 應該拿到最後面 而不是分在最前面 我只要從問一成一之後 我就開始拆了耶 可是 我們還沒有講清楚 我們要怎麼分呢 我們還沒有講清楚 負擔什麼負擔耶 為什麼房子就消失了 為什麼這個階段 會提到這麼前面呢 為什麼不是放到後面呢 為什麼不是我們分別結果完之後呢 意義處理完之後 再來拆遷呢 為什麼會把它放到最前面呢 這是一個 法律上應該有的制度嘛 當我們大家都還有爭議的時候 我的房子已經不見了 那還打什麼關係 房子已經沒了啊 當我的房子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我後面呢 我已經心虧一人了 東西都沒有了 我還跟人家談什麼呢 所以呢 這個制度 基本上在四個地方做設計 有它根本 根本以上的問題 它不應該處在這地方 好再來是原地價的頻度過低 新地價評估又過高 原本的地價呢被低估 我的土地的價格 在原地價評估過程上被低估了 後面的新的價格評估過高 一低一高中間 我們的土地就變少了 我們的財產權的價值就變少了 這個情況之下 後面所分開的土地當然就更少了 所以呢 在這個評估過程當中呢 就是個小地主因為發明到土地 而退出原本的生活地區 他只能說現金就不需要離開 這也是目前非常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不同的負擔可能被灌水 無實質的審查機制 目前呢 我們在這地方 政府有核定負擔總費用 核定負擔 核定是個行政署的 政府在這地方 要進來監督跟管理 但是目前都行事審查 並沒有實質審查 造成負擔過重 這個地方呢 其實也是非常大的問題 甚至呢 在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軍方案子當中呢 軍方後來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去看 一張搜尋一張搜尋去看 發現了 沒想到那個 那個卡車在外運的 在那個 正義土石發外運的時候 一台車的要價 高於行情十倍 你可以想像嗎 軍方一張表彈 一張表彈慢慢對著 所以他發現說 他把很多的成本都告呼 是用四架的十倍二十倍去做計算 如果是軍方的話 可能就 可能政府就過了 那如果說是你的話 你拿得到這個單軍嗎 告訴我們人民拿到這個單軍嗎 你不拿不到 在哪裡 在理事會那邊 理事會要不要拿出來 不拿出來不好意思 那這個怎麼辦 怎麼去評估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做監督的時候 這是很大的 好 這個定位也是一個實際上映的問題 再來就是分配設計的 背影從化的精神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做的 原位式分配 但是因為呢 很多的實際上 操作過程當中 它現在很多從化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問題 所以這地方呢 問題也是非常大的 再來就是路階架 跟接波架的空間 好你到時候分配出來的時候 是用市路階架跟接波架要做分配 那這時候呢 還有我們的空間 所以呢 分配的結果就會出現位置 那麼政府所設計的意義處理 其實呢 又被弱化了 所以呢 人民在這地方呢 根本沒有辦法好好提出意見 好這地方 然後甚至 我們的從化的主管機器官告訴我說 他們其實一一處理也沒責啊 大家都不處理啊 就沒辦法處理啊 所以當從化的主管機器官告訴我說 他們其實也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那你設計這些機制 完全是空的 你設計這些機制是假的 好 根本沒有辦法處理問題 所以這時候呢 主管機器官這地方 到底可以擺什麼角色 基本上是0 基本上是0 最後 這個地方 公共土地一律參加狀況 違反所有的法律保留原則 為什麼 我們想一想喔 公共土地是誰的 基本上依照土地法的規定 屬於中華民國全體國民出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公共土地拍誰 是我們的 沒想到 我們在 我們在 獎益民間辦理事從而辦考上中 獎益土地授權辦理事可怕的這個規定當中 竟然規定了公共土地一律參加狀況 這個規定應該要落實在 在法律當中 如果你要讓公共土地一律參加狀況的話 不好意思 請你定在法律裡面 這也是我們目前所討論的 法律上根本就沒有好好做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是民國四十三年的常務 到現在都還沒有好好做修正 這個 有沒有這個弱勢平均地權 還是開始只是痛苦 因為 反倒讓平均地權沒有辦法平均地權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嗎 所以這地方基本上 法治上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弱勢 可以去論 最後呢 政府抵費地 沒有辦法 沒有沒有人規定 沒有監督的機制 透明監督 財務的計算的資本 請注意喔 真正的勢力從法 公辦 為什麼政府喜歡辦勢力從法 這公辦的時候呢 這個抵費地是誰的 這抵費地是國家 是政府 是自家之間政府 自家之間政府的 可以拿這個抵費地做什麼 做公共設施 所以很多地方的公辦 重辦公共設施 是拿抵費地賣出去的錢 來做的 政府可以靠這個 做出很多公共設施 那個價格 可不是一億兩億 是好幾十億 好幾百億在算 開玩笑 那這個抵費地怎麼賺 沒想到大部分的 自辦從法 沒想到是賠錢的 賣了抵費地之後還不夠 這不是一些很玄的事情嗎 政府可以賺大錢 結果呢 民間自辦是賠錢的 這不是在邏輯上 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但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一些問題 那我們目前呢 因為這部分 完全沒有明確的規範 這地方問題實在太大了 所以呢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其實呢 全世界都有 其實這種話 絕對不是台灣才有的 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台灣呢 在這幾個問題當中 出現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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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就是能組成 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這個法律 由它本質上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社會 已經不是民國四十年的時候 民國四十年的背景是什麼 現在的背景是什麼 難道你還要把我們 當作民國四十年的 那時候的人民在處理嗎 是這樣子嗎 這樣還可以這樣做嗎 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的主權 是非常重要的 在現在這樣的階段 不管是從國家的自己來探望 或者是地方的自己來探望 這個人民的主權 它必須具體的存在在 訪育過程 還有都市的發展過程當中 這個是不可以去併禮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西方法 是都市計畫的一環 它具有計畫的標準 那麼都市計畫 是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 不是有到處的公益 很多的主管機關有說 我們就有那個公共設施 它所以具有公益性 是這樣子嗎 這樣子就是公益了嗎 這我不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呢 雖然使人民有享有的安全 和平跟尊嚴的世主的居住環境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市立手法通過都市計畫的方式 變成了限制人民產產權 跟居住自由的依據 所以 因為你會限制人民產產權 甚至剝奪人民產產權 這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重新的去思考 人跟地的關係 當你思考人跟地的關係的時候 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思考 這個都市計畫 不可以隨便向上下去 而是政府要盡到它的監督跟審查的責任 這也是呢 都市計畫下面是一種 必須要重新建立的關鍵點 所以呢 我就提出了這樣子的想法 這個呢 也是昨天呢 看著川普當選之後 就想知道 川普當選很多人是錯額 但是很多人不是錯額 為什麼呢 因為 一直說 美國呢 這一次的選舉 一個是騙子 一個是 已經不講了 因為他選三了 那到底 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們先不論川普為何會當選 但是呢 這個當選這事情 展現了什麼問題 展現了中產階級的份量 為什麼 因為中產階級 不管是在美國 還是在台灣 都出現了問題 我們努力了工作 我們積極的生活 但是 一句話 我們的財產行復健 我們一直在後面追 追得很辛苦 但是永遠追不上 這就是我目前的問題 好 那麼 顯略這個問題呢 展現的是一種話 在道德上的非法性 我這句話顯得很重 但是也很輕 什麼叫做道德上的非法性 道德就是道德 然後有非法的問題 其實是有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世界總化 大部分都是合法的 好 都是合法的 所以打官司打輸 很難打 為什麼 程序上沒有規定很清楚 沒有規定很清楚 就是可以做了 好 所以目前的邏輯算是這樣子 但是 他真的有道德大世界道性 這個 真的要去做修改 而且呢 他脫寫出一個問題是什麼 他跟民族自由的 目前的現代社會 完全背離 好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其實只要是政府 都不應該讓民主自由 一直不斷的 一直一直停滯在這個地方 這是有問題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去修改它呢 大家都知道 這不是最近這兩次人才發生的事 這麼長久的時間 為什麼沒有一個政府 他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而且呢 這個根本就是 以民為主的 這個床上背離的 更謀面的人民的自由 跟尊敏 為什麼 你讓這個法律的欠缺 造成人民 地主跟地有之間的對立 人民跟政府的對立 社會階級的對立 為什麼我們還要讓 這樣子的對立的 角色的法律 繼續的讓它不完美呢 這不是一些很全的事情嗎 都已經什麼社會 怎麼還可以讓這種事情存在呢 所以呢 最近某些人 我覺得對於台灣人來說 自由跟尊敏 已經在這地方呢 賞食了 因為呢 我們強調是什麼 法律之前 我們這麼多的總統 都是學法律的 我也是 柯瑜師也是 但是 我們一直很汗 什麼 已經歷經了這麼多任的總統 都是學法律的 但是呢 我們都講法律之前的 但是為什麼 我們的法律 尤其是私立總法相關的辦法 還是為了辦法 真正落實法律上 英文的原則呢 這個的問題 到底在哪個地方 而且呢 它根本就應該是一個 民主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國家的法律的規定 跟整須必須的方法律明確 它不是公正平等的 在全國人民 但是我們目前的私立總法法律 造成的對立 那這樣對立不應該出現 而且是現代社會當中 不應該出現的情況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我們一直特別強調的是 不管是地方政治還是中央 你只要是一個領導者 基本上你就要做同樣的事情 這是我們對領導者的期待 這是我們對這一次 這是新上來的民進黨的期待 跟以前的民進黨的大相同 我們希望什麼 我們要興起 我們這個政治應該興起的工作 了解自己的真相 你要請聽 並且了解到 你的意見 然後呢 堅強責任感跟指揮感 而且要替民主代表的民眾 這個最正確的決定 那這個最正確的決定 本來就是 應該是一個民主國家之下的 政治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不可以去忽視他 不可以一直讓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還是讓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還是讓這樣子的事情發生的話 造成的爆弧是什麼 很難想像 我這邊 你有沒有人沒跟總統提到的 為什麼我這邊會特別提到 你跟總統 剛剛前面講新之后主持 他拿出來的 他敢講新之后主義 但是呢 他之後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這樣子的關係 讓我們這一代的民意滅絕 但是呢 民主自由 並不是靠行命傳之間的開始的 民主自由不是靠行命傳之間的 我們必須要去爭取民主自由 一些保護民主自由 然後再把這個 民主自由的成果交給他們 好讓他們做一段的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我說這個制度 沒有辦法在現在改變的話 我們還是要去爭取它 讓它出來做改變 甚至呢 好好的告訴我們的孩子 或者是後代子孫 同樣的事情 沒有所有這些事情 公正合理的法律 必須好好的去爭取 並且保護它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報告 謝謝各位 好 感謝何老師 我們接下來直接進入到 我們黎明幼兒園的個案 然後我們有請柯律師 大家好 我剛剛其實 好好是把整個制度面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其實很多的魔鬼 不是在制度裡面可以看得到 是在你運作的時候才會發現 那我現在也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高雄國菜市場 製救會的會長 吳復雄 他特地從高雄過來 但其實 他們一家四口都來了 然後主要本來以為 今天園長會到場 那園長其實今天也 一早就發了這個曝文 意思就是說 甚至他自己的生平事記都寫好了 那意思就是要跟這個黎明幼兒園 同生死共存亡 所以如果大家明天下午有時間的話 因為明天會長還有這個彭秀春 就是大埔搶拆案的這個受害人 他們會一起去鼓勵一下園長 然後希望他能夠堅強 然後面對目前這樣一個體制 就如同剛剛最後面講的這個協議 還是必須要去看 我這邊還有衛材有辦法 難過因為今天其實 經歷了好幾個月的差一千 很多的搶在 讓很多事情在最近發生 也讓園長的這個壓力到最高點 那其實我覺得我也很難過 因為園長是在四月洗 今天黎明賴家的長子也有到 是不是在最後面 我們黎明賴家 今年四月十一號 這個也是跟黎明幼稚園一樣 都是黎明自辦重化 那四月十二號明晨四點半被強拆 那一天第一個發現的就是園長 因為園長他一直很擔心這個事情發生在他的幼稚園 所以他那一次第一次看到 然後呢在九月一號 國菜市場被強拆的時候 幼稚園園園長也跑去高雄深園 也是目睹整個強拆的過程 所以我也很難過讓園長看過這麼多次的強拆之後 他自己精神已經瀕臨到絕境 所以他在去總統府之後 覺得已經沒有希望了 甚至於他看到國菜市場 動用五台遊覽車的警力 三百多個警察 對三十個這個手五寸鐵的這些學生 還有老人家 所以他真的是精神崩潰 認為這個社會已經沒有希望了 所以他覺得只能用這種方式 來捍衛自己的這個信仰 那我要講黎明這個案子 其實他真的是 他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資辦重化 他是單元二 那他其實是比剛剛播放這個影片的第三單元 大了三倍大 他是他高達186公頃 然後重化的這個地主高達2600人 獲得的利益是這個光這些地 這個長藝集團他能夠拿回的這個肺 底肺地就高達66億 而且這66億大家知道嗎 剛剛這個何教授有講 很多都是灌水 除了在剛剛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制度他本來是想要讓 這個小地方的這個住民 他可以決定自己的土地的歸樓 但是常常結果就變成 地主把這個開一次會員大會 就只開那麼一次會員大會 選出了里監市之後 從此里監市整個掌握全部的這個利益 甚至於分配土地到最後他這個費用的計算 都是他一手掌握 不需要再開第二次的會員大會追認 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 一直在打這個訴訟說 你這個增加這麼多預算 光向黎明自辦 他就追加了這個9億的預算 那增加的預算 你為什麼沒有讓我們會員 就是我們這些地主 再同意過呢 那我們對於很多分配結果 也都是沒有辦法去重新表達意見 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等於是開了一次會員 就好像萬年國大一樣 從此你就沒有聲音了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這是目前制度上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第二點就是剛剛講的這些費用 因為大家知道一個重化案 他地主他能夠拿回多少土地 大部分都只有50% 好一點的可能有60% 就看你的土地分配的這個面積跟地段 你本來地段好 你本來就應該拿回比例高 因為你重中獲利是比較少 那我問你 那其他50%土地跑去哪裡了 剛剛講的186公頃的土地 最後只有一半的地主拿回自己的土地 其他一半呢 其中30%是誰 是政府拿去的 是所謂的公共設施用地 所以變成說 政府他弱得輕鬆了 我不用花半毛錢徵收土地 我就可以拿回30%的公共設施用地 當然如果有國有土地 是把他大陸重化範圍的面積可能要扣掉 但是他確實從中拿到了至少20%的土地 那還有呢 還有20% 15%到20%是誰拿去了 就是底廢地 底廢地就是說 我這個廠商進來之後 我花了多少錢 我就拿回多少土地 所以他拿到的是土地 那這個土地利益其實是很大的 而且他拿了哪些土地 他拿了最黃金的土地 就好像賴家 他的配地關係一直都打贏 為什麼 因為他的地實在太好了 大家如果有經過這個 市政路跟黎明路口那一大塊 就是原來小英競選總部的旁邊 那裡就是地王啊 那甚至於可以將來比 七期還要高的地價 但是他的估算地價你覺得有公平嗎 好我先講這個財團先把這個肥肉先挑走了 他先把好的地段挑走 挑走當底廢地之外呢 他在估算地價的部分也會做文章 因為他也是透過所謂的這個估價師 他自己信任的 他自己請的估價師來估算 重化前跟重化後的地價 他可能會估算 假設以這個黎明來講 平均來講 他是重化前可能一瓶只有五萬塊 但是他重化後可能十萬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黎明自辦他是第二單元 他是在這個民國76年的時候 開始籌備申請 那他在100年的時候就分配公告了 所以他的估算地價是算到什麼時候 100年 但是你知道現在幾年 105年你知道現在地價 跟100年的地價是不一樣的 那我請問一下財團 你把15%到20的土地 變成你自己之後 你是用100年時候估的地價 我先不講這些估價師 當然他們都低估這個地價 就是把將來重化後的地價都低估了 那好就算說你真的符合這個 所謂的100年那個時候的標準 那你有沒有重新105年再重新檢視 甚至於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們拿到了這個地 這個最好的土地之後 他轉手賣出去 他賣出去的價格 賺到了價差 他有沒有土回來還給地主 這樣公平嗎 今天這個重化是你 應該原本是說所有的地主大家自己來辦 而不是財團介入的 但是既然好 你今天財團介入了 你幫我們規劃好了 你是不是漲價也要回公 你是不是你自己賺的錢 你給他拿回來 我們再重化會分 你只能把你當初花的費用拿回去嗎 這就是問題 第二個接下來就是 你的預算裡面都是灌水 剛剛不只灌人頭 我想不管灌人頭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黎明這一劍 在民國98年那時候他們開始 他們那時候開始送劍灌人頭 然後地主開始提告 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 檢察官才提起公訴 你看徵犯多少年 傳了300多人到庭 結果總共有708個人是人頭 那既然是這樣 那我們今年 我們也開了好幾次 記者會跟他講 你今年5月你才起訴嘛 我們才能夠確定 有這個700多個灌人頭 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去算 當初這個重化會成立的時候 有沒有合法 你2600人 700多個人頭 你今天來開會多少人 表決全數是不是應該要扣掉 扣掉之後有沒有過半數 沒有 那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個重化會到現在 還是有效的 再來 剛剛講的預算灌水 安和自辦 第一單元 在103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的工程 如同剛剛和教授講的 他的這個殺死運送 沒有按照比試價高10倍 結果灌了1億 結果被法院認定說 你這個預算沒有經過市政府的 實質審查 所以他撤銷了這個核定 也因此安和自辦 在103年獲得勝訴判決 把整個重化會 認定是無效的會議局 這個大會的決議無效 當時我們這些自卷會 大家很開心啊 為什麼不只這件開心 剛剛講的第三單元 因為這些單元都是很早 第一波的這些受難者 單元三 永春自辦 天主堂 他也是因為這樣子灌水 預算灌水 沒有實質審查 被法院認定 結果天主堂 因為他的抗爭能量比較大 所以呢 後來跟市政府 還有跟這個 窮花會達成請 達成這個部分保留的方式 把天主堂保存了下來 但是那是天主堂而已 一直到今年9月 當然永春自辦 不是只有天主堂 還有其他地主受害 受苦受難嗎 地主在今年的9月 他們也獲得勝訴判決 你如果有時間 你看一下那個判決書 判決書裡面 這位法官 其實真的也是靠運氣 有些法官跟我不調查 有些法官就想說 你市政府都核定了 我還幫你調查幹嘛 就這樣子 他就說你市政府都核定了 不然你就去提行政訴訟 去把市政府核定撤銷 你再來跟我提民事訴訟 現在目前訴訟的困境就是這樣子 這個官不愛 法也不保護你 司法也不保護你 所以一直敗訴 那好不容易有幾件勝訴的 我們就很開心嗎 我剛剛講103年勝訴 但是我們很失望 為什麼我要罵林佳龍 因為林佳龍103年11月上任 他是不是應該去跟那個 剛剛那個誰啊 得到地震金牌獎的這一位地震局長 好好地把這些案子拿出來 好好地檢視一下啊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選擇放水 怎麼放水 104年的公文 他把這個胡志強時代 所有123單元做成的核定 所以重劃會核定的這些 胡志強其實說實在 算有點白目又老實啊 他那時候都寫被查 因為他知道 他沒有時間去做核定 所以他所有的這一些 剛剛講的這些 重劃進化書 同意書 還有這個費用負擔的這個總計表啊 他全部都只有寫被查 於是就被抓出來說 你沒有實質審查 而且明明裡面的工程其實是灌水的 所以但是林佳龍 104年1月的時候 他說之前的被查是物質 實際上是核定 你說我們不生氣嗎 好不容易打烟的官司 就因為這樣一個公文 我們沒救了 人家是有實質審查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好法官 就是我講的9月份 他把永順自辦的這些審查的地震人員 交往局的人員 這個建設局的人員 交過來傳理作證 每一個都說 我們那時候 那個 這個是 是這個什麼 合併 現在是合併 我們來盡量暴增耶 我們裡面只有15個人耶 你是要我怎麼審查啊 所以都只看圖 不去算 不去計算那個預算 那你知道了吧 有沒有審查 沒有 你去看那個對話就很精彩了 因為法官還提醒說 你確定嗎 你確定你這樣講沒事嗎 替他捏一把冷汗耶 還好他現在已經沒有在地震局了 要其他的單位去 那你就知道這個問題太大了 因為這些政府都沒有時間 去做一個一個預算的把關 所以一點一點 一億兩億這樣子偷 黎明自辦這一案也是一樣 這個副中道就是這個 整個副有開發公司的董事長 他灌什麼 他灌了這個所謂的借款 他明明沒有去借款 他卻把這個借款的利息 灌進來費用裡面 灌9億 他在檢察官那邊是被起訴的 後來呢 就說不好意思 我已經不照顧了 居然到法院就判他無罪 當然還好有把這筆費用追回來 沒有讓他爆出說 有這個利息的這個灌水 所以從一二三單元就可以看得 從小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單元 大家可能以為 就如同剛剛影片可能只有單元一到單元十四 錯 一到單元十四那是當時的台中市 縣市合併之後 現在已經有這個大禮啊 烏日 大禮啊 然後那個什麼神鋼啊 彈子啊 甚至於連東勢都越越欲勢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個我們這個東風快速道路要開發 要通車啊 生活圈啊 果道4號要延伸啊 他們也一直想欸 很想我們也要私地充劃 我們要讓我們的這個地價能夠上 這個上漲 所以變成一種炒房工具 然後變成是財團在土地的工具 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面臨最難過的地方 那我們講法律訴訟 我們剛剛講過有些訴訟我們發現了這個曙光 但是往往到後面就敗訴了 原長這個案子他的配地也一直在訴訟當中 現在也已經從最高法院發回到高省法院 所以他對配地是一直有爭議的 他希望能夠原地原配 這也是本來重劃的精神 但是常常你都沒有辦法 連原地原配都沒辦法做到 那另外一個官司就是拆除地上務 就如同黎明賴家一樣 他的配地官司是一路贏的 但是他的拆除地上務卻已經先判決了 那也因此就找到先拆除的命運 但是大家想一想你一定覺得 怎麼會放下的好好的房子怎麼會被拆掉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這些拆除費用算誰的 算地主啊地主的共同負擔啊 所以呢我拆越多 我拿回來的土底費越多耶 所以這是多麼荒謬的事啊 這變成是一種產平事實為 你產越多你拿回的費用越多 這真的是在越過去的你就越賺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同樣的黎明幼稚園也是 他也是因為拆除地上務先判決了 那判決了之後其實我們也還在上訴 但是卻因為二省法院判了一個假執行 假執行就是日本語的意思叫先執行 就是你判決勝訴之後為了保障你的債權 所以先讓你執行 但是你要付擔保金 所以重劃會有的就是錢 他的錢將來都可以拿土地換回來 所以他不怕你 甚至於他可以用利息來灌費用 這就是很離譜的地方 所以他現在拿了六百多萬先假執行 但是如果要反擔保的話 是這個園長他要去籌2500萬 才能夠反擔保來停止這個假執行 所以目前已經收到11月21號的這個 強制執行的通知 所以園長也越逼近這個日期 他也壓力越大 那如果大家有關心的話 除了明天下午可以來幼稚園 11月21號的下午亮點 也請大家也來臨於幼稚園 來做最後的一次巡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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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等我一分鐘 現在他們那個等於說他們申請 就是從外會申請那個強制執行 就是根據這個獎勵辦法的31條 就是那種所謂的一個妨礙土地分配 或是工程施工 然後他們可以去申請 申請就是對這樣的一個對象 然後進行那個拆除 那其實本來他應該是由地方政府來代拆 然後他現在又規定 就變成說你進入法律 司法可以訴 就是訴請司法機關去處理 那待會兒我們還有另外一位講者 今天時間拖得比較晚 然後我花五分鐘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單元二 單元二然後還有就是那一個 就是黎明幼兒園 幼兒園的一些資料 五分鐘就好 首先這是那個單元二的一個基本資料 就是說186公頃 然後土地所有權人有2500多人 那剛才克律師有講灌人頭的灌進去就700多個 就700多個 然後這個是私有財產權的 然後這是公有土地所有權的 然後平均負擔比47.38 等於說你有100坪的土地 你平均你可以換可以拿回去的是52% 但是這是平均喔 這是平均喔 好 那底下這一邊 他是整個這個 這個 這個重化區的一個地圖 那黎明幼兒園差不多就在這一邊 那他中間會被這條路開過去 這條路開過去 然後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說一些幾個重要的文件 第一個就是他的一個第一次會員大會 然後是2008的3月12 我去特別去查了一下 這一天是星期三 不是那種價格 好 我們看一下他後面 後面的一個會議資料 好 不好意思 他總共出席的人 只有200多個 有2000多個土地所有權的 真正去開會的 就只有 其實只有 其實只有200多個 然後那個其他全部都是用那個 用那個就剛才講的那個 所謂的委任 然後代簽這樣子 然後再來這一天會員大會成立的時候 然後就選出了李監事會 我們直接跳到後面 我們來看李監事 第一次開會我看了一下 就是選出李市長 李市長就是副中道 我看了一下第二次的一個會議紀錄 好 第二次的會議紀錄是什麼呢 第二次的會議紀錄就是 我們的按由 按由一 就是把重劃區的各項 業務執行 委由 插有土地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籌辦理 然後 所有 對全體 經出席李市監事 全體同意 照辦法通過 那這個插有 插有 這邊其實有出現 這個插有 其實就是這個富有 他這邊少遮掉了 富有 那簽約的是誰呢 李市長 叫做副中道 那這個富有土地開發公司的 李市你去看 裡面又有一個 就是董事 又有一個叫副中道 而且就是同一個人這樣 就是同一個人 好 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就我們剛才講的 他們的一個在會員大會的時候 會員大會選出來的這個理事會 主導是整個重劃區裡面 所有的土地所有權的財產分配 財產分配 那他在選舉以前 你試想一下 我們一般的選舉 都要透過什麼樣的一個公告 那個可能都只是一個公共的 公共的公共政策 對我們的一個影響跟關係 現在這一群人選出來 13個人要決定 我們的一個財產分配 我們土地財產分配 你覺得你如果知道這個東西 會被這13個人決定的話 你不會積極的參與跟介入嗎 他們選擇在星期三召開 然後資訊懂斷不公開 然後就他們自己人來選 選出了他們自己的人 理監視監督機制監視 對他們自己的人 就這樣子 然後理事會第二次 就趕快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就委由 委由富有土地開發來執行 然後理事長代表簽約 對不對 然後跟他們自己的公司簽約 然後之後 到底 剛才影片裡面講的 到底開會 到底 照理說理事會 應該是要爭取 所有這個重化會 所有的會員 所有土地所有權利 最大的一個權益 我應該去比價 我應該比哪一個 哪一家工程公司 來做的一個成本 是相對的低啊 然後就委由他們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們的一個 一個重複的一個重疊的位置 所以他到底是要爭取他們 開發公司最大的利益 還是要替所有的 重化區裡面的 徒弟所有權利能爭取最大的利益 想也知道 想也知道 好 我先補充到這裡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有點那個 我趕快要邀請那個 盈盧 盈盧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 算是一個獨立媒體 然後在寫文章 然後他自己本身就是 就是關注我們台中的重化議題 已經有好幾年 那剛好就是黎明 黎明幼稚園這個個案 其實他陪伴 就是關注這個議題 其實這個個案其實有一陣子了 那我請他來分享一下 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個 這段時間的關注跟陪伴這個觀察 好 大家好 對 然後 沒想到這麼晚了 就是大家還願意留在這裡 聽這麼硬的議題 對 這真的很硬啊 真的很硬啊 因為其實我跑重化區 大概跑了兩年多 到現在我才真的比較懂 到底重化裡面在幹什麼 背後有哪些人在動手腳 或是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對 然後我大概是在六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 原找他的 那個 拆除地上路的這個判決 然後宣判 然後我想要去多了解這個案子 所以就常常跑去幼稚園找他 對 然後後來慢慢的 慢慢的變成不只是了解案情 而是 我想要就是因為這個幼稚園 他跟一般的幼稚園不一樣 就是 就是一般幼稚園其實大概現在為了 現在少子化嘛 小孩子都是寶貝 那所有的家長都希望小孩子 贏在起跑點 所以如果說有 就算再貴的幼稚園 只要他什麼雙魚啊 外國外籍老師來教什麼什麼 就算再貴也是一堆有錢的家長 要把小孩子送進去 對 那等於說沒有一間 等於說我們的幼兒教育 台灣的幼兒教育裡面 其實是等於說他現在變成是完全商品化 就是以牟利為優先 以銀河市場 銀河家長為優先 那園長他 他們這個幼稚園是從民國66年的時候 就是核主設立 那大家就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就是說 這個幼稚園其實從最 最全盛時期這個幼稚園開的分校 總共有一千多個學生 一個幼稚園有一千多個學生 然後他們很誇張的事情就是 就是你我去了解他案情之後 我更想要了解這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教育工作者 特別是幼兒教育工作者 在台灣已經找不到 所以我才會變成說 變成說我很在 現在變成說是盡可能的去協助他 看看聯絡什麼 民間團員或是大家一起來幫忙 來保護這個幼稚園 因為這個幼稚園他已經是 他等於說他們的經驗 甚至說他們對幼兒教育的理念 跟想法還有做法 他其實已經足以變成是 台灣的幼兒教育文化資產了 那這個東西拆掉就沒有了 那他們為了讓小朋友 更了解台灣的文化 接觸土地 鄉土的一些文化等等 所以他們把等於說幼稚園 大家會聽到說 一千多個學生 你也賺很多喔 不好意思 他花的錢可能比他賺錢更多 因為他所有花下來的錢 他我講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他們 他去買很多台遊覽車 每個禮拜喔 每個禮拜一千多個學生 每個禮拜都載小孩子去戶外教學 然後戶外教學之前 他一定會去做田野調查 例如說今天帶小朋友去 例如說做髒腦油的農家 那他會先去了解 會去跟農家討論說 要怎麼樣帶小朋友來看啊 然後帶他們甚至可以動手做 可以體驗 現在不是都在講什麼體驗式教育嗎 他們從40年前就在做 所以新聞上有很多就是 在報導他這個案件 那有一些人之下問我說 為什麼他這麼執著一定要守護這個幼稚園 那很簡單 因為第一個是這個幼稚園設立 其實不是他爸爸的想法 而是他的想法 就是以前要設立這個幼稚園的時候 是他跟他爸爸提議的 因為他以前從小他爺爺 他爺爺以前就是日本時代 那個時候以前日本時代 做黃民化教育 就是要消滅舊有人文化 那他爺爺以前為了避免大家 就是忘記胡子怎麼寫啊 就是都變成日本人 所以他爺爺以前就常常在村莊裡面 就是免費教大家讀書寫字 那他從小跟他爺爺 他其實很嚮往這種 為教育奉獻的這種 對啊 然後就變成他人格特質 所以他在17歲的時候 他就跟爸爸講說 那不然我們把以前的炮竹工廠 稍微整理一下來做學校 然後後來翻翻法條 法條說以前那個時代 66年時代就是只能夠設立 你要開學校你不能夠開什麼國中國小 你只能開幼稚園 所以他很喜歡小朋友 他們就開始開幼稚園 所以其實整個幼稚園 要怎麼樣辦教育 要這個教育目標到底是什麼 其實都是他一手做起來 就是這個幼稚園的靈魂就是他 那他為什麼真的之所以一定要辦下去 第一個就是他對教育的堅持 他對教育的熱愛 然後還有他以前他做這個幼稚園 大家如果去幼稚園看 你們會看到一個那個 進修書房的一個匾額 進修書房就是他爺爺以前 為了要教村莊的小朋友讀書寫字 去蓋弄了一個思索 就是免費教的 就是跟孔子以前一樣 就是說你要繳學費不用學費 那你就是過年的時候 欸家裡有什麼 就例如說有些人很 會帶魚過來 或是說帶一把菜 或是說什麼 或是說帶一塊肉 肉啊什麼這樣 就是那個就是學費這樣 對然後反正他就是要傳承這種 他想要傳承的是他爺爺的這種教育理念 所以這是他堅持守住幼稚園的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他爸爸死之前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繼續經營這個幼稚園 所以所以他 我跟他講過很多次 因為他現在就是 他現在的狀態就是 他覺得高倫國泰市長的人絕食 然後張陽房大哥 大普張陽房大哥犧牲他的生命 那他60歲了 他覺得他無法理解 為什麼這個政府就是沒辦法改變 所以他現在就是覺得說 他想要用犧牲自己的方式 讓全國的民眾都 都體認到破千這個議題真的很嚴重 他想要用這個方式來逼政府一定要做改變 確認他很多次啊 但是很明顯是沒什麼用 他也不是說大家想的就是說 不理性啊然後激情無事耶 你去 你去跟他討論這個就是生死 他的生死這件事情 他是很平靜的跟你談的 然後他就是跟你講說 我活到那個時就夠了 我要為台灣做點事 很難勸啊 他的 他這個人就是他下定決心 他覺得他應該做的事情 他就是要做 所以我今天來 其實就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可能只有幫他用更多的名義 更多的人站出來幫他打怪手 才能夠不只是救這個 已經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這個優質 更是救他的命 這個部分真的是 對 就講到這個其實我自己也很承認 其實我自己本身會就 我關注就誘言這個事情其實沒有很久 我第一次聽到是9月25日在台詞的時候 遇到議員長然後月子禮兒 然後再來就是10月30日 然後看到媒體報導 然後31就是那一個有話好說 然後談了之後 然後才知道他們面臨被那個強拆 那對我而言 就強拆這件事 對我而言是 是我很非常 對我而言是踩到我的底線 我過不去 就這是一個人權利益 然後會對我而言這個東西 這個強拆這個行為那麼強烈 是因為本身我之前 我自己關注過了一個破千議題 然後包括那個大補章藥房 苗栗大補章藥房 然後當大的事情 對我其實衝擊是很大的 所以我不願意就再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 對 那待會兒我們再開放一點時間 讓大家提問討論 那在這個之前我稍微再補充一下 一些關於這個個案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第一點 第一點這個是 這是幼兒園現在的一個位置 然後他現在面臨就這條路要貫穿 然後後面這塊地被化為公園用地 然後這塊地就是現在園長 他們訴求要保留下來的 不好意思 還是被重化會 就是說園裡原地配給他 要把他們拆掉 然後把他配到 配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這一張是整個這個重化的一個位置 那幼兒園差不多在這一邊 然後他 不好意思 就是說幼兒園在這一邊 然後他們被配到藍邊來 配到藍邊來 對 然後完全跟這一邊 完全是一個沒有關係的 那那個在這個之前 就是說其實在網路上 或是媒體上有人提到 就這件事情是屬於他們家族 自己個人的事情 或是說他們自己的私人的一個產權 然後跟那個重化會的一個事情 事實上這個事情絕對不只是那個層次 我們必須坦白講 坦白講 就是說這個部分據我所了解 據我所了解 不好意思 我剛才那一張圖 就整個幼兒園的這個土地 其實在那個園長的父親就是過世之前 其實就已經單一繼承過戶給林園長 所以土地產權是相對的清楚的 那他現在有問題的是在於就是說 他裡面有一些地上戶 後面這一些 對 就在登記的過程當中 就是那時候在過戶的時候沒有登記清楚 所以在整個這個重化的過程當中 就是重化會去打樹撞的時候 然後發現 那這樣子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所謂的他父親留下來 所以算是遺產 所以他其他的兄弟姐妹 其實也有權力 有權力就是來等於說 有繼承的一個權力 所以這個就是外面在講的 這個所謂的什麼兄弟之間 就是分家產的這個部分 對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對於園長他們家族 怎麼去分這個建築物 這個事情我們不過問 我們也無權過問 然後他的一個兄弟姐妹們 確實也有權力來分這個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 這一個幼兒園在面臨整個重化 面臨整個重化 然後現在被強摘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一個完全就是屬於 整個我們的一個都市計畫 我們的都市計畫這樣的一個工具 然後要影響整個人民的一個生存權 財產權的居住權的這個議題 所以現在對我而言 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很簡單 我希望不管怎麼樣 這個訴訟爭議訴訟都還在進行當中 都還沒有定驗之前 你怎麼可以容許重化會就來強拆 這個是制度面的問題 剛才何老師已經講過了 上一次那個賴家也是 最後他們那個訴訟贏了 可是房子已經被拆掉了 我們可容許這種事情嗎 所以我個人的一個訴求 就這個部分 你地方政府一定要介入 再怎麼樣你一定不要被強拆 那之後你們怎麼樣去協調 怎麼來處理這個事情 怎麼規劃上有什麼調整的空間 我覺得那可以再討論 那對我而言 在整個還沒有定驗之前 你就要來強拆 這是我個人絕對沒有辦法解受的 好 那我們一下 對 先開放一下 就大家有要提問的 對 然後先蒐集三個問題 對 然後那一個何老師 然後那一個柯麗還有那一個 對 麻煩坐上來 一位還有嗎 還有其他人要提問嗎 好 兩位 好 再一位 好 沒有 好 那我就先直接 欸 有人可以遞麥克風嗎 幫忙遞麥克風 我們另外一支 橙色的麥克風 好 那個阿波羅先生 大家好 就是這一個議題 可能是我參加這個地方的活動以來 感覺上最急迫 然後又血淋淋的 這麼逼近我們眼前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案例 然後我們在這邊 正在大家幾十個人在想要阻止它 可是很難 那這裡頭有一個關鍵就是 他明顯是用灌人頭 可是這個灌人頭這件事情 在長年以來 為什麼在行政法院 他始終認為這個東西 就是說不只是行政法院 就是刑事法院這間 似乎好像很少針對灌人頭這件事情 做出什麼樣的判決 是有罪 比較沒有罪這方面 判例去依詢 這似乎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案例 黎明重劃區 他今年五月已經起訴了十幾個人 就是這個重劃會起訴了十幾人 都是刑事起訴喔 而且裡頭有兩個 好像是重劃會的主管級的人物 那既然如此 那我會認為說是因為 藏意公司他們是背後的影武者 是主導者 那他擔心說這個刑事案件 如果拖下去判下去 到最後判他們敗訴 那整個黎明重劃這個案件 可能就找到一個可能性一個理由 行政就是行政機關這邊就會有個理由 去否決掉他的整個重劃的原始這個正當性 他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他給予要想辦法通過一個強拆的手段 把黎明二人先拆掉 然後把一些既定事實先造成 然後把該拿利益先拿走 我是這麼解讀他的這個 給予要強拆的這一個背後的一個動機 那在這個 既然藏意公司他是這麼 這個主導者他們這個集團 他既然是這樣的一個動機的時候 理論上行政保院這邊 雖然他對他是有利 可是刑事這邊對他是緊張的 他害怕的 那在他的一個全程思考底下 也許在這件事情的解套的手段之一是 刑事這邊對他施加壓力 逼他扛判 用刑事上的 你有沒有可能在刑事上和解 來交換你 你現在不用給我搶拆 然後後面的就是原地保留 當然這個可行性不知道高不高 但是如果有政府接入的話 也許可行性就會提高 那這是第一個個人的想法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地政局長也是很奇怪 他是不是從胡志祥之代就 就不同人 那他一上任就把他做成核定 那背後可能有市長 大概可能判斷是有市長的一個意思 那這個 林佳龍他當初在選 他以前在當立委的時候 其實他是寫過 批判這個台中市的這個 土地撫爛開發的這樣的論文 然後他 所以他對這個方面 他其實是專家在研究的 那他怎麼會一上任就要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 對我相信對以政治的角度來講 對他的選舉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如果這個事情真的鬧出 不管是人民或者是 或者是至少是一個很大的新聞事件的時候 他的政治上的壓力會非常的沉重 他明年不一定選擇 好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呼籲民進黨的支持者 不要再替林佳龍講話 應該這時候去譴責林佳龍 怎麼可以自己 違背自己的理想跟初衷 然後在這邊搞這些阿薩布魯的事情 然後造成人民生命 才有很多的損失 不要拿這個什麼行政機關不接入司法 當理由 這都是藉口 行政機關他存在的意義 就是要替人民解決問題 那你合不合法 如果法有問題 那你用你的政治智慧去解決嗎 我們選你是要幹什麼 不是選你來吃飯睡覺 講坦白話 我去年我也投 2014年我也投林佳龍 但是看到他這個樣子 我非常的失望 那我號召就是 只要凡是對林佳龍這一類土地爭議阿 這個環保這些事情 不滿的民眾 積極匯極力量起來 在政治上施加壓力 告訴他說 你再這樣惡搞下去 我們就幫你當國民黨一樣 掃進垃圾堆 這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一位 就我們盡量發言 就簡短一點 惡要一點 好 謝謝 然後這個後面 這個就是林佳龍寫的 立委都寫的 重化土地在台中市 所造成繁榮背後的影流 那個2016 那個立委林佳龍寫的 然後打臉現在的那個 2016的那個 林佳龍市長 就是我想問的是 這很明顯的 先不管今天結果會怎樣 很明顯的感 大家都不感觸 但我覺得他應該有阻止的原因 不管今天結果怎樣 我們應該事後也要去追訴 不管是前市長還是先任市長的責任 還有我剛剛看到教授 講的這一整個流程來講話 就是人都會犯錯 那這個流程萬一犯錯的話 他沒有就是救濟的制度 他救濟的制度在這整個流程的外面 可是你要另外去尋求法律保障你 而不是在這一整個規劃流程裡面 有一個救濟的制度 連科學假說錯誤的時候 都會從頭拉一條線環來說 嗯 就是看實驗結果 然後再重新去檢視這個數據 然後再重新設一個假說 來符合這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這一套流程設計 是一條我們直線下來 連一個救濟制度都沒有 然後還有就是 他雖然說 就剛剛提到的是新自由主義 可是他明顯就是一個規劃區裡面 有一個建商來主導 他根本沒有競爭 這怎麼會是自由主義 這應該是磅斷吧 這怎麼會是自由主義 對 這是壟斷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的是 就是每次讓人民這麼忙 也不是個辦法 所以會不會有根本的解決 也知道不要讓我們從大耳窟 然後又到高雄國菜市場 又到台中林營 幼稚園這樣 可以從立法的角度去解決 或者是可能未來公務員背書 就是簽名蓋帳 啊如果獨資的 可能獨資的話 就是追回你的退休金跟你的薪水啊 因為你做事就是 根本就是賤賣我們所有的權益 那我覺得很不合理也沒落實這樣子 所以我想問的是根本解決指導 修法 待會兒 三個 剛才有那個灌人頭 然後那個救濟的一個機制 然後那個根本解決指導 我稍微回應一下 就我個人會覺得要訴求 就是修他的母法 就是平均立權條例 然後這個是立法院可以修的 對我個人會做這樣一個 就制度面上的那個 然後他有被 就那個犯法有被那個 就是大法官宣告就是違憲 那其實母法 母法把它修好 他的辦法就要跟上 他的執法就要跟上 好那我先請何老師好了 就針對那個救濟機制啊 還有這邊灌人頭 還有幾個想法喔 那先從後面開始 那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有沒有什麼根本解決指導 只要是有心想做的真 都也有解決指導 只要是你不想做 怎麼樣都辦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 原本新上任的政府 當然就要一盡後望 因為不管是蔡總統 還是說是盧市長 甚至是新的內政部長 其實都是他們 非常有非常大的一個期待 但是沒想到 我們這邊就想說 我們的都市更立條例要修 土地珍珠財要修 都市地重化 實施辦法要修 欸不對吧 應該是平均地權條例要修 怎麼會是市地重化 辦法要修呢 而且他也沒有講到 所謂的獎勵無授權人 只思市地重化 怎麼會是這樣子的邏輯呢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為了擔心 在目前的動員之下 其實可能市地重化 不一定會修好 我擔心是這個 其實要從平均地權條例去修 那甚至是今天 其實好像早上的時候 那個學界跟那個產界 成立的一個叫做獨立聯盟 好像有一個獨立聯盟 在台北成立 有幾個老師 成立這樣子聯盟 那也是希望說 那我們提到一個想法 其實跟我之前所提到的想法 是哪一頭 就是呢 我們是不是定義的土地基本法 只要是跟土地開派有關係 你回歸土地基本法 我們在土地基本法 就把它定死 不要讓這件事 再讓它有商量的機會 嚴謹地讓它的程序都完備 那也是意外種方式 就是我們可以多管齊下 多管齊下 但是重點是 你要讓政府想做事情 我們讓它有機會做事情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剛剛有提到說 新自由主義 其實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就是 讓公司協力 讓私部門來幫政府 我剛剛說 講的新自由主義 講的是這個 那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的 一個邏輯之下 我讓私部門進來做 公部門要做的事情 你叫公司協力 那這個個案當中 只有一家廠商進來 因為它最大 其他廠商不敢進來 好 在那個合定的範圍當中 就已經確定了 所以呢 在這個市場結智之下呢 一家廠商進駐之後 其他一家廠商去找其他的男人 來進行 所以呢 這是自由新自由主義之下 很大的異名 那我們不寫不論新自由主義 也不寫不論風氏協力的正當性 那在這個個案當中 一家廠商進駐了 好 就一家廠商 它可以掌管大家的省事 那這個邏輯基本上是不對的 基本上是不對的 那救濟之道是什麼 當然 三十一條有提到救濟 就是你要倒數 然後接一下去施打救濟 但是這些都還沒記起 為什麼 早又被拆了 也就是說 你到底主管警官到底怎麼打 其實打官司的策略 他有輸送的策略 其實 可能是這邊才是專家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關鍵點是 政府到底能做為實質的勝財 我們打你也沒有做實質的勝財 你任地也沒有做實質的勝財 你任地也沒有做實質的勝財 事實上你真的也沒有做實質的勝財 如果你沒有做實質的勝財的話 你核定了這個計畫 是不是跨越少了 它根本就是程序上不對的情報 我們就要怎麼全盤把它斷掉 重做一次 我們要一次這個 我們要一次大家重做 用現在的大家的眼光 仔細的去看待這個狀況的計畫 重新帶來一次 那這時候可能很多事情 你絕對被解決了 但是還是很困 因為很多狀況開到公司 其實很快 就是用既定事實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讓大家不得不得 不得不得去面對後續的問題 也是剛剛所提到的 那再來的話 確實法律上有很多種 不管是行政法 民意法 或者是刑法 都不同的 那個 可以去救濟的管道 但是 目前不同的情 我們要發動它 跟發行它 必須有它的特定的原因 基本上 自己也都不太相同 所以用賭職 或者是用形式的角度 去思考的時候 其實 不一定那麼容易 因為法律對有法律的局限性 確實有它的困難 那到底該怎麼做 其實目前我們大家 都還在思考 該進行比較好 那當然這部分 那副優 可能是這邊 來回答 可能是比較好 哪個以上 自助面當然很大的變革 其實 講來 我們之前也好幾次去總統府 那也要求能夠把這個居住權 能夠入獻 那其實我們整個憲法的架構 就已經很欠缺 像剛剛那個阿波羅的問題 總統府的回應是說 那你應該去找監察員 大家請問一下監察員有用嗎 我們監察員真正做了幾個案子 是真正能夠把這些官僚 能夠有合法的糾局彈劾 然後做到認真的讓他們真正面對責任 其實沒有 所以很多制度上就有很多問題 那好沒關係 我們回到法律面 自辦窮化 我剛剛其實風格漏掉一點 其實剛剛那個教授有講所謂的法律保留 什麼叫法律保留 就是人民的自由權利 你要剝奪或限制 你必須要立法來做這個 就是人民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制定的法律三讀通過 但是這個所謂的獎勵自辦窮化 要辦法 它只是個法規命令 所以它本身其實就違憲 本質就違憲 因為它用一個辦法來限制 剝奪人民的自由權利 所以這個本來就應該要廢掉了 所以我們一直都做自辦窮化要廢掉 廢掉之後怎麼樣呢 你真的如果這個 我們目前其實台中其實是先驅 然後已經很多夜市默默的已經被土地被剝奪了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台南現在也如火如荼在辦窮化 所以我剛剛講了台中市還有東市 這些這麼偏遠的都很積極的爭取窮化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這個法 要把它從立法 在這個平均定型條例重新來做檢視 那平均定型條例 大家知道除了我們講的這個自辦窮化 還有所謂的自辦都更也都 這些都市更新也是 也是母法也是他 所以這個母法真的是很可惡 這個不重新來做檢視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立法機關或者行政部門 尤其是我們內政部這個所謂的地政司 他就是希望說就是由他們來把這個辦法修改一下就好了 但是其實這個母法還是違憲的 所以我們這部分我們還是希望 從這個法案的地方去制度性的修改 好 請這個切克林 我想要回應那個根本解決到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就是老師還有柯律師還有幫幫幫 就是應該說大家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趕快修法 不管是修平均定型條例或者是怎樣 就是說才能夠避免未來有更多的悲劇 更多的受害者 但是這是不是根本解決之道就是 我想請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立法院的組成是什麼樣 我們當然一般人會覺得說 修法那些東西是根本解決之道吧 但是我們想要修有東西 真的現在立法院會去做嗎 我相信這大家其實已經有答案了 對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完全執政的一個 一個行政系統跟那個立法系統 能夠真的達到一個監督然後修一個 更新我們所謂比較相對比較完善 比較進步的一個法嗎 這是一路指出來的點 好 那時間關於我最後一輪就好 剛才這裡有一位 然後後面有嗎 沒有好 那就這一位 那我們最後就做結束 哈囉大家好 我想問的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違憲的部分 那我想知道是我們小老百姓可以做些什麼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我昨天有稍微查了一下 就離民幼稚園的新聞 那我看到就是台中市政府在 11月1號有發布的新聞稿 就是他們有說請地震 就是地震局去瞭解 然後協助溝通 所以我看完那新聞之後 我以為沒有急迫性 因為政府好像介入了 所以我今天來之後 我發現其實很急迫 那我想說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又能夠做些什麼 就是包括我們現在現場的人 就是我們可以幫上什麼忙 然後我們有 我們可以做什麼動作來幫忙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欸你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嗎 違憲 好 違憲 好 那就科老師檔 違憲就請科老師檔 其實違憲的部分真的非常多 在從法國分 它不只是違反法律法原則 它也違反平衡原則 它也違反社交不確信 就是一堆正當法律程序 公益原則全部都違反了 所以我才想說 為什麼在現在沒有社會當中 我們還可以忍受這樣子的法律 或者相關的規定 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 這是很能想像的 那違憲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其實真的還真的沒有 讓人民可以介入的力量 真的是不奪見 那當然人民可以怎麼做 在我們那個違憲審查過程當中 有所謂的 那叫人民的訴訟方式也進行 除此之外 還有所謂的分務立法院 好來要求立法院的 投立法院 通過一定的人數之後 可以去釋憲 但是釋憲其實找不積極 釋憲呢 釋憲呢 房子也猜了 釋憲完全沒有 可以來做意思 那這個法律呢 也沒有修改 不是房子還是猜了 就是 路照開 然後呢 裹照票 馬照牌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擔憲是 那現在該怎麼去 直接的來去就行 那我們之前曾經跟市政府 有提到說 你是不是市政府 針對一些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人工程序 你趕快訂一些 降幕區的公司 然後讓一些問題 不要觸大 不要擴大 不要擴大 你可以說少 說一點問題 甚至呢 政府是不是可以介入 政府難道沒有任何的介入力量嗎 那當然就有了解呢 對很多的公問們 我沒有指示太重要 對很多的公問 比較有跟公問 討論之後他們說 這個我們是依法權勢啊 但是沒有什麼力量啊 我們又不能做啊 又沒有規定 又沒有規定要怎麼做 我也是聽到這個都很珍奇的 就是 你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你不要跟我講 你沒有規定 我沒有規定代表說什麼 你可以做 因為你沒有規定不能做啊 所以政府其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一直在限縮自己的決定 然後呢 不敢多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擔心的是 藏格陣其實 他也無能為力 關於解決問題的規定 所以我自己是建議說 你就想說 你就講話 你就放聲 你就一直不斷的 好像我剛才有跟英文講 你就不斷的像海浪一樣 我們不要當 其實我很擔心像學長 就是 如果他真的用史來代表 用史來代表 自己的那個志向的時候呢 我剛才跟英文講說 他就像是大海滴滴水 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集結力量被著海浪 被著海浪 要一直不斷的拍打 你才真的去改變一下 所以呢 最直接的就是 我們直接就放聲 我們直接表達我們立場 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我星期一日出開會的時候呢 在某個部會 在開會的時候呢 他們告訴我說 我行政院 現在 特別的小心民眾的意見 如果有民眾意見的話 請小心處理 如果只是一個園長 在凱南格蘭大道 一個人這樣走來走去 那個不是民眾的意見 如果是一群民眾意見的話 好 要小心到 你是不是要當總統的人 你自己要處理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再當總統的人 你自己就要小心處理一下 或是以後想當總統的人 你自己好好處理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會怕 為什麼 選票 我們手上最重要的力氣 就是選票 這個就是我剛才就講的 穿過的選票在我們手上 我們可以改變現況 直接的我們就上去講 直接的就敞開的呢 告訴大家說 這個我們不可以 你跟他接受 那這個是最快的 那至於說 透過委員啊 透過代表啊 透過其他的力道 我覺得都滿 最快的就是 我們讓政府 或其他去講給他說 這個才是最快的 關於這個 11月1號的這個 市政府的新聞稿 其實市政府的新聞稿 從今年4月11號 賴家被強裁之後 新聞稿的內容 其實都一樣 所以 所以前面不對數 然後最後他有說 地政局要積極去關心 那也確實有來關心 然後這個 那個張智翔他 局長 地政局長 他有到 李密佑資源來拜訪過 園長 但是幾乎都沒有講 什麼樣的承諾 然後也沒講什麼話 只是聽園長 不斷的講歷史 講抱怨 然後就說 好 我會幫你轉達 重畫會 這樣子 就這樣而已 所以 那市政府他前面 予以講 就是說他今年的1月份 他有通過一個自治條例 就是提高了這個 用自治條例的方式 提高這個 重畫會的成立門檻 那這個當然是對的 是很好的 但是對前面是不溯及的 前面這些都已經公告 然後再施工了 甚至很多已經開始完成分配 甚至已經賣掉這個抵費地 那這些他有沒有重新去檢視和檢討 其實我們從4月開始 我們的記者會就一直希望他重新核定 我不用 我不用要你把從第一單元到14單元 一個一個拿出來 你只要針對我們現在目前 正義的這幾個案子 你好好的再重新做檢視 該調處的 你就重新做實質調處 像幼稚園這個案子 之前一直勝訴的原因就是 市政府都沒有做實質調處 就用調解不成立 放任這個財團跟人民去打官司 所以判決一直認定說 市政府沒有做這個實質調處 所以你沒有做實質核定 你好好去做核定 你沒有做那個調處 你好好去做調處 其實你只要做這些彌補措 我們就感恩不盡了 但是他有沒有做 沒有 這就是我們覺得很荒謬 甚至他一直在說 那個之前他們都有做啦 那個公務員他們 這個都依法行政 所以 那我們能怎麼辦 我們唯一這麼小的要求 他都沒有辦法再重新做 那如何是好 所以我們只好透過這些公民的力量 所以我也是一再的希望 二十一號的下午兩點 也請大家可以到臨幼稚園 謝謝 我想要那個 因為剛剛何老師有講到那個 行政機關 其實他自己 他不用說什麼規定的他才要做 其實他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以前不久前 如果大家有看新新聞 你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到 那個新新聞網站上裡面 有一個記者 他來採訪黎明幼兒園 他那邊寫得很不錯 滿完整的 然後其實他那天來台中 因為他是我朋友 然後他那天來台中 他要採訪從花科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去 然後就是講 他們就訪問他 然後講一講 然後我再回去聽 然後那個 我就講到大概最後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從花科的人 我就問他們說 欸有其他單元的 就是法官在審 其他單元的案子 那有法官有傳 是政府的以前承辦人員來助證 就是問他說 你們到底是怎麼審查的 在從這怎麼審事辦從花的 那有承辦人員就是很誠實 就講說欸我們 欸長官去催啦 我們就只有看圖嘛 欸啊預算書那些細節 我們都沒有看這樣 啊所以就有法官判 判那個從花科輸 判市政府輸 因為說他們 因為法官是覺得 他們沒有實質審查 因為法官是不一定要實質審查 然後我就拿這個東西出來 我就問那個從花科的官員 然後從花科的官員 進來跟我講說 不然你覺得怎樣叫做實質審查 哇 超 是不是 對不要臉 不知道該怎麼講 是不是 對 好 時間的關係 我稍微整理一下 剛才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其實很實質上的就是說 當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相關的一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你在網路上有接收到麻煩 對就是分享一下 讓這個議題去擴散 這就是我們能做的 那接下來我們其實能夠在地的某一些 一些關注這個議題的一些公民朋友 然後一些公民團體 然後會發起一些行動 那麻煩後續的行動 可以關注我們就是那個默契咖啡的老單的臉書 然後或是我們責務的一個臉書 我們把相關的一個行動的一個訊息會PO在哪一邊 那當你們接收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也麻煩你們用力的分享出去 那就像何老師講的 就是說整個這個議題有兩個層次 制度面的可能要民間提出我們覺得完善的一個修法的版本 然後去給他們壓力 然後讓立法院然後由立委去修 那在這個個案方面能夠救援的 其實就是我們站出來我們發聲 然後讓政府看到 然後有空的時候寫一寫那個市長信箱 對然後讓他知道有人在關注 對然後訊息就是接下來有些什麼訊息 那就麻煩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願意收到我們相關的一個訊息的通知 就在那一邊我們有一份那個紙版 然後你可以留下你的email 然後我們後續只要有什麼相關的一個行動 對的訊息我們會分享給你 然後也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這樣子 然後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來參與 然後瞭解這個議題 然後11月21很重要一天 麻煩在各位的行事例上 把這一天標記起來 盡可能的我們怎麼樣 對看能夠讓更多人來關注這一天 即將發生的事情 謝謝各位 然後另外另外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補充對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折五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 一個一群志工然後組成然後舉辦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沒有什麼經費來源 每次的一個就經費的一個來源 就是要靠各位 然後小的一個捐助這樣子 那我們最主要就是要 要支應場地費用 還有某一些那外線是來的 那種獎者的一個交通支出這樣子 感謝各位 如果你口袋 對就有一些零錢比較重的話 可以投那一邊 如果有紙鈔的話也非常歡迎 好再次感謝各位謝謝 然後後面的朋友麻煩幫我們把 那一個白色的名字舉起來 謝謝